各位听众观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在5月18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天虹。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5月1号发布了全球13个宗教迫害特别关注国的名单,中国排名第8。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从1998年开始对世界各国的宗教迫害状况进行评估,并且向全世界开始公布。 据报道,凡是被列入特别关注国的国家,美国总统都有权利对该国颁布制裁的命令。 这已经是中国连续第10年被列为宗教迫害特别关注国。 但是中国外交部表示,该报告对中国的指责毫无事实根据,充满偏见。 那么究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对中国压制宗教自由的指称是基于什么样的事实依据? 美国政府可能会采取怎么样的政策调整呢? 今天我们有机会邀请到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政策与研究部主任诺克斯·泰姆斯先生, 围绕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中国的听众观众展开现场讨论。 诺克斯·泰姆斯先生在节目中说英文,您听到的是同声传音的声音。 和网上一样,我们是现场讨论,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各位听众和观众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直接向诺克斯·泰姆斯先生提问题,或是发表您个人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看法。 下面就是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参与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0,再拨866-837-5161。 也在这里顺便提醒您,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可以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收听收看之外, 您也可以直接登陆美国之音的英特网中文网站,用现场视频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还可以浏览其他的文字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英特网网址是www.b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式讨论。 泰姆斯先生,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谢谢。 先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这个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是怎么样代表或者说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的。 好的。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是1998年由国会成立的, 是来研究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情况,以及给国会外交部和美国的政府提供政策宣议。 我们有9个委员,他是美国的国会的一些领导人以及总统来提名任命的。 那么他们是来自于私营部门,他们代表着一系列不同的宗教团体和一些专业组织。 那么我的是这个职员,那么我们是负责向他们做简报,就宗教自由方面的事务向他们做报告。 那么每一年我们都会出一个年度报告,那么年度报告是5月1号发布的,差不多有300页。 然后来研究了27个不同的国家,那我们的政策建议呢,你之前也提到了一些就是所谓特别关注国家,那么我们像总统以及国务卿就提出这样的这个,就是哪些国家应该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CPC。 就您所在的这个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而言,你们所定义的宗教自由究竟是什么? 我们的定义呢,基础是在是国际的基础上是由联合国来制定出来的。 我也带了一个就是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在18条中他也提出说每个人都有权利,有思想的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 那么他可以来改变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也可以改变他自己宗教团体,然后来显示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的这个崇拜。 所以我们并不是想来出口美国的宗教自由的定义,而是我们来看一下已经大家为共同接受,在世界各地都有共同接受的宗教自由的定义,来看看世界各地的国家如何来支持和保护他们人民的宗教自由。 对,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中国是连续第十年提名为就是在这个叫做特别关注国的名单上列入了这个名单。 那么所谓的特别关注国是说受到你们这个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的特别关注。 那具体而言,你们特别关注的在宗教自由方面是有哪些内容呢? 比如说你们去一个国家去调查,来草拟这份报告的时候,你们特别关注哪些方面? 我们与不同的组织和团体保持联络,我们非常小心要跟我们非常关注联合国的一些报告, 关于一些拘留啊,监禁啊,虐待啊,等等的一些报告。 同时呢,美国国务院的一些报告,还有关于人权的一些报告。 我们还与不同的宗教团体有联系,以及非政府组织有联系,以及包括外国的政府我们也有联系。 我们也是欢迎各个团体给我们提出的信息,那么我们分析这些收到的信息, 然后提出向总统和国务卿提出我们的政策建议。 我们知道,在刚才我讲到了中国外交部,有一些这个反,就是他们的一些应对对你们这份报告, 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不满,而且呢,表示你们所搜集的这些,是毫无,这些结论是毫无事实依据的, 而且说是存在严重的偏见。另外就是说,你们有这个诋毁中国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嫌疑。 如果说给您一个机会,对此做出应对的话,您能不能告诉,比如说中国的听众和观众, 你们这份年度报告所搜集的材料怎么样能够确保它的全面,客观,而且是依据了事实的依据。 再次想指出,我们重申说,我们与不同的组织都有联系。 那很难说,联合国是一个有偏见的组织,那么我们获得信息的一个渠道就是从联合国那里获得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可能与中国政府有机会来讨论我们这份报告,如果它对于我们报告,包括我们的一些分析, 它有一些具体的组织见的话,我们会来考虑。 我们当然没有想要诋毁中国政府,诋毁中国的形象。 我们是在比较政府的行动,与他们的国际的承诺进行比较。 我们也希望能够尽进,能够保证对于宗教自由有更大的尊敬,而不是让那些政府难堪, 而是想希望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够进行,就享受到宗教自由。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天红。 今天我们现场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 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政策与研究部主任诺克斯·泰姆斯先生。 欢迎您各位听众观众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向诺克斯·泰姆斯先生提出问题, 或是发表您个人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看法。 下面就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好的,也再次提醒您,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之外, 您也可以直接登陆美国之音的英特网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还可以浏览其他的最新文资报道,以及音像资料。 我们的英特网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我想先邀请一位来自山东的张先生来参加讨论。 山东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天空您好,您好,天空您好啊,我是这样认为的哈, 所谓美国一个国家,它有一个委员会, 它来评判其他国家,这个宗教信仰是否自由,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还便宜不够公平吧, 如果它是联合国,或是国际上一致人为评价的话, 这个比较好。